我們現在看到的是GHK系統的T91 另外一個是仿6K2 那主要我們這次跟OB合作廠商採購的主要是在於說 沒有了檔塊以及駐進器 沒有檔塊以及駐進器 那比較完整的還原了國造槍枝 那市面上現在有的一些是用GHKAR上身改造的T91的套件 以及有T65的套件 那就因為這個檔塊跟駐進器其實在反國造的路途上的話 會覺得差異很大 那看一下 一槍身 下槍身其實還是用GHK的AR 看刻字有沒有W300326 然後 然後 上身的話這個是OB 然後給 找工作室外面工作室廠商做的 他把它洗 內部洗成 可以合GHK系統 那另外 槍管的部分 他也是仿真槍 仿真槍的螺 有螺紋跟牙 而且衛生鏽 那裡面這是裝飾用的鋁傳動機構 這個GMAG 那我們來看一下 T65 因為我自己 T65的提把 要仿造出來其實非常困難 我反而仿過來 將它做成一個類似C7A2的造型 然後 我就用皮軌 用皮軌 然後搭一個 ACOG 這刻字 是 之前 有廠商有出 GHK系統的MOD0 MK18MOD0 所以這刻字不是GHK原廠 但是它還是GHK系統 然後我拉柄放 C7A2 用這種加大型的 那前端的話 這個三角魚骨 這個是三面魚骨 是 怪怪 怪怪公司 出給C7A2 然後要經過打磨 這裡經過打磨之後 它就可以 合上我們的T65 那我們來試打 試打這兩隻 FUNK 這是對方 這是正常的 是 可以 後面正常 另外 這隻T65 連發 一樣 其實厚定正常